哇 這是我們很久不見的一個朋友 那雖然呢 不能算是非常久 非常久 非常久沒有見到他 但是呢 新專輯倒是真的 非常久 非常久 非常久沒有聽到了 今天晚上是時候 時候也已經到了 各位朋友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 孫燕姿 燕姿 嗨 孫燕哥 嗨 很高興 上次你來 我們節目是為了你的演唱會嘛 對 小岸市 那個演唱會 是 我們也都有去看這樣 對啊 看得很開心這樣 對 可是也沒有想到 演唱會之後 我記得那時候訪問你 我就一直在問新唱片 對 我已經不記得那時候 好像你回答的也蠻模糊的這樣 就是做好了就發 對啊 對 結果真的做好久耶 真的是讓大家等好久耶 沒關係 等了大概有四年的時間了 對 大家等到孫燕姿的一張專輯 這張全新的專輯呢 叫是時候 所以你覺得 每一件事情都在對的timing裡面了嗎 是 是 所以時候對了 對 對啊 因為這一次啊 我知道就是說 因為大家對你太期待喔 所以呢 好像你這一次發片 就是不管是通告啊 還是你的所有的這個消息 對 在之前呢 就大家都非常的關注這樣子 對 要再度來到台灣 為了這張新的唱片開始展開宣傳 對於在這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你應該有充分的休息啊 有有有 對 有充分的 充分的先那個心情收一收一 對 而且也充分的體會人生了這樣子 對 對 對啊 應該這次投入會覺得更有 energy吧 有有 我覺得因為之前都在做其他的 嗯 就是像你講過生活啊 有些演出 對 但大部分時間有去學別的東西 像烹飪啦 畫畫啊 哦 瑜伽 然後設計這樣子 是 所以這一段時間你都待在新加坡嗎 對 大部分都在新加坡 大部分 烹飪啦 所以你現在煮得怎樣 還不錯 真的啊 能吃 瑜伽 剛剛你有把腿抬起來我看到了 我沒有 他今天說為了接受我們訪問啊 先來一段瑜伽這樣子 瑜伽拉筋這樣子 對 所以烹飪瑜伽 然後還做了設計 對 這個應該本來就是你們喜歡的事情這樣 對啊 充分的有機會能夠學習這些事情 嗯 我覺得對於你啊 重新進入音室來灌這張唱片 應該從歌詞或者是從你的音樂 你有很多的那個 feedback 吧 呃 還不錯 對 所以生活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當然做歌手是 我後來覺得他已經就是 也已經融入了我的生活 也是一個我喜歡做的事情 對 沒錯 只是不要那麼的 一直在那個懷景 嗯 所以我覺得偶爾去做一點別的 生活有些不一樣的 view 是蠻好的 嗯 對啊 所以呢 雖然讓大家等了很久 但是呢 在這段時間有等到你的演唱會了 嗯 所以還畢竟就真的算有看到你這樣子 還好 但是呢 現在等到新唱片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這張唱片已經正式的發行了 而這個燕姿呢 今天也來到我們的娛樂一世代 我們要來聽到這張唱片裡面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嗯 而且我發現你那個對製作這張唱片 其實基本上你掌握了幾乎是百分之百的 的那個進度跟整個專輯的概念這樣子 對 對 謝謝 滿意嗎 我個人當然滿意我花多少時間的 對 好 用聽的最準啦 對 各位 讓我們聽這首歌《空口言》 好 來自拍 心甘無能引起來 誰曾是你的最愛 沒有我的明天 你以後怎會有明天 愛你的耳鼻子 就在那哭馬等待 别想笑话道理 我又凭什么白人不带 偶尔给我想起来 爱你的心还存在 没有那你的名字 我的一切在所美 爱你怎么变成空口眼 天上地久从来没实现 想念躲过拥抱的时间 我的眼泪一遍一遍 爱你马卡比赛 就算这里失败 就算每天给我 重复失去你的脑衣爱 请要我来引起来 谁才是你的最爱 没有我的名字 你又总会永远 爱你马卡比赛 真爱不怕淡淡 就是什么道理 我又凭什么白人就在 偶尔给我生起来 爱你的心还存在 没有那你的名字 我又凭什么白人就在 偶尔给我生起来 我又凭什么白人就在 我又凭什么白人就在 偶尔给我生起来 谁才是你的最爱 谁才是你的最爱 没有我的名字 你又总会永远 爱你马卡比赛 真爱不怕淡淡 就是什么道理 我又凭什么被人就在 偶尔给我生起来 爱你的心还存在 没有那你的名字 多的一切才做不来 这张唱片呢 我觉得大家太期待了 对 所以呢 在你做这张唱片 大概验子你花了多少的时间 慢慢做 因为你没有压力嘛 我花了 两年 两年 对 当然没有每天啊 对对对对 可是中间还是有一些 没有选到歌 然后就没有办法进行 或者有时候编曲啊 什么的 都一直在盯得很紧 嗯 所以其实大部分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两年 你也一直有一个目标在进行 有 对 只是说偶尔还是可以一样去这个 做做瑜伽 去学学烹饪 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设计一下这样子 对 对 所以如果把自己 真正唱歌的工作 跟你其他喜欢的事情 mix在同一个生活里 嗯 像之前这样 这样的状况也还OK哦 嗯 我 我个人喜欢这样子 嗯 因为其实呃 做歌手嘛 在前面 前面前面 五六七年 其实都是一直一直在做歌手 对 而且你一直工作 其实你都没有停下来 那个时候 对 然后就觉得 一直很光鲜 一直很公开 很公共 我想 要有自己的一个 一条不一样的路 然后去走一些 就是做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嗯 嗯 嗯 对啊 所以后来你也跑去演了妈祖 观音 哦观音 观音 对 对啊 对啊 就戏剧上面的常识啊 对啊 对啊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 嗯 那个时候他 他那个导演蛮新的嘛 嗯 然后他之前拍的 拍的戏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他就问我可不可以帮忙 我就说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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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时间嘛 那我就要去去争取做一些 不一样的事情 对啊 所以燕姿其实有时候你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的确是让你周围的人 有一点跌破眼镜的 我知道 嗯 就比方说当你的事业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 大家如果按照过去的规则 继续做 继续唱 然后演唱会啊 巡回啊 就是每一年就不断的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这样 大家认为要把握机会了 可是你那个时候就决定停下来 对 那比如说拍戏大家都想找大导演 对啊 大家如果真的要第一次演电影的话 也希望能够演到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 对 那时候我也蛮多人说 诶 你确定你要做这件事 嗯 我说 没关系啊 就帮个忙啊 对啊 结果你做了 而且也很特别啊 因为你演的观音耶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卡塔 我有看到你的那个剧照 好 可是我看到你剧照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嗯 观音好像艳姿哦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能够唱到好歌也是开心的事情啊 这次我觉得听你的唱片有一种兴奋啊 嗯 啊 对啊 你感觉得到你有一种不一样的唱腔 在这每一个不同的歌里面 太好了 对 我们继续来听歌 别跟我说话 我想再多一回 本集完 别再走进一步 你就了解 being a jogar 别再挑剔光 总百 你靠进我的时候 有没有遇见过我的感受 我快碰掉了 已经太久 已经太热了 瘾火你又等着没有 我的心已碰着我 醉了为爱的这宇宙 不睁开眼睛 再开起托而飞 风吹得像音乐 终结着我的飞 你说了爱活的时候 有没有将我的 从谈包裹 我快碰掉了 已经太久 已经残留了 你我 你又等着没有 我的心已碰着我 碰碎了 我无助而过 我快碰掉 已经太久 已经残留了 你我 你又等着没有 可是在这张唱片里面呢 它的Vocal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就唱歌的方式 在每一首歌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感 或者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现在唱歌比较轻盈 就是好像 就这样唱就对了 对 所以因为你还是找了制作人嘛 对不对 也有 对啊 所以自己现在因为对这张唱片 你的想法更多了 所以制作人在制作的时候 基本上你们是共同制作一起讨论吧 斯松伟宗的部分 其实我就交给他们 那其他的歌 我跟Ken做了六七首 对 然后像快疯了 我之前也是跟他在一起做编曲 可是我后来因为 就是唱的 谢斯迪我说我不要剪辑 你先弄 所以后来就还是给他制作 因为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就是快疯了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歌啊 它其实你唱到一个力量跑出来了 对 然后当然有一点点神经质 不能讲谢斯迪 OK 神经质 神经质你有发现吗 就已经唱到有一点就是 在那个状态里了这样子 所以我没有很想一直面对他 我就跟Ken讲 这个给你做到 是是是 对啊 我觉得这样听啊很开心 因为呢 真正终于又回到了 那个起初对音乐的爱 对 对啊 而不是就是变成一个很久听你的工作 然后有压力的感觉这样子 对 所以未来的燕姿 大概就是都走这个方向了 嗯 这样的状况不错 我觉得 我觉得像预购啦 反应都很好 我觉得很开心 是 但我觉得 当然有 可以这样子 放慢自己找不到 也是因为之前 跟公司一起累积的很多的好成绩 对 当然当然 所以之前的都是 都是好的学习 都是好的那个回忆 对 当然因为有之前的那些累积 你才有办法在 有一天你就说 我必须让自己的速度慢下来 对 对 那其实要让自己的速度慢下来 我觉得他也有另外一个勇敢的 的表现啦 因为 其实 你知道圈子很很多事情是难预测的啦 对 也很多人可能会讲说 哇那你停下来你知道有多竞争吗 会不会有别人超越 或者甚至可能 哎你真的要做这样的决定很冒险这样子 对 但是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 除了歌迷长久的等待以外 然后发现一切事情都很值得这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自己不能控制的 你说我我会不会知道说我发片就一定都很好 其实没有人知道 那公司当然也觉得 哎那我们大概先预定是这个这个数字 这样子 对 我觉得 嗯 没有 你 你只大概可以猜测 但你真的可以掌控嘛 我觉得 这就是可能做歌手的那种 呃 也是 也是一种堵住 可是也是一种 开心吧 你就不要去想那些你不能控制的东西 嗯 对 对 那一个未知啦 对不对 但是那个未知其实是很多歌手很害怕的 不要怕 对 但是一边走过了 走过了你才知道其实跟未知做朋友 对 对 现在燕姿就这样 跟未知做朋友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surprise这样 对啊 我喜欢这张唱片 所以我真的要很替你开心 哎 对啊 而且我 对啊 而且我听到里面你唱的的东西是 其实是真的是有 有来自内在的表达这样 所以呢 哎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 太好了 要好好来介绍这样 对 这首歌是一个我觉得很 又简单 可是又很 很很 我觉得简单是最好形容的 因为它很直接 是 它没有太多的设计 对啊 这首歌就是孙燕姿啊 对啊 我听完这首歌我觉得 嗯 这是你啊 歌名叫追 目标在荒 前盖 天气无限转开 外景色很快就被替代 经过了才 经过了才 情人不能被安排 对啊 就算不算 这算算不算 来 不想等待追 现在就起飞 我要去体会 你能让我笑 泪水 追 你也无所谓 陪我去 陪我去追 我喜欢 我喜欢 你在我周围 你 你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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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或许存在 我们也没想挂照 一切 你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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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以为 我都以为 一切都已无所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着花要来 爱着花要来 看头看着窗外 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 今天晚上娱乐一时代呢 当我们在听燕姿的这张新的唱片 唱片的名字是叫《事时候》 当一切都对了 时间到了 所以燕姿就出发了 《事时候》这张专辑我也听到很多的创意哦 对啊 我想我们现在来介绍章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叫《事说心语》 对 这其实是跟某一首诗有一点关系 对 就是一位女诗人 她也是一个 她那时候好像跟甘迪是同一个时代的 然后她们也是一起在自由运动 自由斗士 对 然后就觉得她的这首诗写的特别好 她是在写生活 对 然后她就说知道你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挫折 很多很多的常常 知道你以前的梦想有破灭过 你没有活过 其实这个就是生活 对 所以我觉得她《事说心语》是一个很轻盈的歌曲 对 虽然她的编曲有一些重量 有一些 有点沉重 可是其实《事说心语》她 她是在空中的 但这首诗我觉得有一种冲突 可是又是一种互相的 是一个就是生活时间的一个责理吧 一个连结的 对啊 对啊 像因为这张唱片啊 设计的非常精美 然后我们打开的时候呢 一般人以为这只是一个设计 就打开你会看到说 黑色的纸上面呢 有很多的英文字 其实这个英文字呢 就是这个诗人她的作品 也在这首歌是说心语里面呢 其实你要很认真听 才可以听到燕姿的朗读这样 对啊 我觉得国语流行歌 有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 我觉得很希望突破的人 然后他们很努力的要做一些事情 虽然是小小的细节 可是你真的可以很感动到 就是说 哇 有这么多的人 她她很有心 想要做一些改变 对 比方说在一首国语歌里面 她她可能不是一个 特别容易在未来 我们可以朗朗上口的歌 或者是未来她绝对是KTV 大家能够演唱的歌 可是她却放了很多小小的detail在里面 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个歌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注意到 对 当我第二次我拿歌词看 再打开这个一看 哇 其实这就是这张专辑的开始 对 开始 对啊 哇 所以燕姿就用一个 这个诗 这个诗叫Life 对 这首诗 对 然后用这个一首很特别的诗 然后开始了整张专辑的一个序幕这样 今天我们要来听这首歌 然后呢 大家要仔细听 你就会可以听到在里面 有燕姿的歌声 然后也有燕姿用这首诗的一个朗读 在里面一起变成了一个很精彩的作品 每一天 镜子前 我看见 懂一个脸 却听见 在耳边 在耳边 呼吸声 好遥远 我想笑 我想爱 想奔跑 想拥抱 想拥抱 时间慢慢地醒着空空的 时间慢慢地醒着空空的 有那么一天 时间停止雨了 才发现原来心自由才能 真的快乐 真的快乐 单纯快乐 每一夜 每一夜 月阴却 我学会 不完美的美 心跳声 在周围 追逐我 用梦去追 我勇气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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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自由的 在风旋转着 开心唱着歌 有那么一天 时间停止了 才发现心自由才能快乐 这种感动我记得 像出发的那一刻 想出发的那一刻 那一段才是永久 太多美丽的语言 不必幸运的纯洁 勇敢奔向新世界 我勇气飞了 我是自由的 在风旋转着开心 唱着歌 在那么一天 其实一张专辑 从这里开始 可能对以前熟悉 燕姿的歌迷来讲 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次的歌 可能他听起来这首歌 没有那么的 朗朗上口或什么 可是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一路都在听 燕姿的歌的歌迷 你也已经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面 被你养成另外一种 听歌的品味了 对 因为基本上 燕姿的歌在过去 我们就发现你 虽然走在这个流行里面 可是你还是有一点点 在流行的边围 偶尔会做很多的尝试 这包括是很多的制作人 在你身上看到的乐趣 我觉得 所以慢慢的一直听你的唱片 听音乐的品味提高了 再经过了四年之后 现在听到你的唱片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是 蛮能够接受的这样子 对 目前歌迷的回想都蛮好的 我觉得做得还好啊 对啊 有这么多的回想 应该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哇 我期待赶快来做第二张 再下一张了这样 我觉得还是要看 自己还可以带给大家什么 对啊 现在也不敢想太多 就是好好的做宣传 那像我们之前看你的演唱会啊 那演唱会的巡回结束了吗 结束了 都结束了 所以通常一张新的唱片 会跟一个新的巡回在一起这样 这件事情在你的身上 也不成立吧 我觉得其实上一张 在做答案室的时候 就是也有人说 答案是什么啦 对对对对 答案是在等等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事实后是有一个 也算是一种续集吧 因为大家都有时候 生活的有点茫然的时候 在想说到底是什么 那这张张集我觉得 让我感觉到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有很重要吗 嗯对 对啊 就是曾经有的过程 然后可以再次的再面对他 再懂得喜欢他 再再再次的就是让他进入你的生活 嗯对 对 就做得蛮开心 对啊 而且我觉得不一样的是 决定权现在打开那个门 就是自己啦 嗯 对啊 让什么样的东西进来 对 迎接什么样子的事情进来 我觉得是自己 那就是不一样的意义了 嗯 对啊 你分心如言 不想再間别 你说的谎言 是时候 就放手 她 谁能够 我都恨自己 就这样让你走 以为很洒脱 以为这是温柔 却忘了你和我 一样的脆弱 一样的难过 希望自己 就这样松开手 一样洒脱 好好看着你走 坚强该死活 给你的自由 还能做什么 这首歌是跟这张专辑一样的歌 专辑名称叫《事时候》 当你听到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是叫《事时候》 可是这最怪的事情就是《事后味道》 因为当你歌听完了你发现 怎么CD还没有跑完这样子 对所以进广告的时间 我们就让这张CD继续跑 我们看广告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经过了这个大概一分多钟吧 然后刚刚的那首歌呢 我们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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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有第十一首耶 可是没有印啊 这是BONUS TRACK吗 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 因为我觉得《事时候》是 第十... ENDING的歌曲 但是也有觉得 它可以不是ENDING 所以第十一首我觉得是为了 也是纪念吧 一个纪念的 十一年来 第十一张专辑 然后放了一个作品 这是你的第十一张专辑了 对 而且是刚好也是第十一年 对 对啊 对所以十一首比较刚好啦 对 但是好像又留了一个伏笔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燕姿啊 演唱会答案是 登登登登登 两年 是时候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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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诶藏了一个歌在那里 让我们都觉得说 好像又勾起我们来 就痒痒的你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很痒会好啊 对啊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做这种东西 就是要有那个乐趣在 对对对对 对啊 这个歌这样 应该算没有歌名吧 十一 就叫十一啊 嗯 它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纪念 嗯 这样子 那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说 呃 这个歌多出来的 好像它是一个多的歌 不是 因为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 surprise 是它也是一首 很好听的歌 可是也许这个歌 你在这专辑里面 你要摆的位置 可能会稍微的想象一下 不知道放在哪里比较好 对 对 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个surprise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这个位置 对就是要在这个位置 对 对啊 而且经过了一个 呃 是时候的沉淀 然后 诶 给你一个 死一 哈哈 因为时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没办法每一首歌都播 所以呢 当你买到专辑 请你真的不要听完第十首以后就结束了 这样就太可惜了 可是呢 我们再回到艳姿唱歌的这个部分好了 有一些很低沉的唱法 嗯 我觉得在这次你的唱片里面你也用了 对 啊 更像是说话的感觉 嗯 像我们今天来播一下这个 当冬夜见暖好了 好 对 这个歌其实 我觉得在唱唱的表达上是有一点困难的 因为它低沉 但你你是歌手嘛 你不能没有表情啊 嗯 对 如果只是用很很低的方式去呈现 它好像又变得有一点点太少了这样子 嗯 对 所以你选歌这是有针对自己的就是挑战度去想吗 就是说这个歌我可以来试试看怎么做 有了画面然后你就决定要收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当冬夜对我的挑战是 它其实会很容易变成一首很普通的芭拉歌 哦 呃 所以我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 其实我不能这样子就唱过去了 嗯嗯嗯嗯嗯 所以它 它一定要有一种 一种气氛 对对对对 我一直在唱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有跟Ken說 我跟你說你的reference就是這個 那其實你知道reference是 My Chemical Romance The I Don't Love You 我不愛你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點點比較 就是 氣氛取勝 對 對 氛圍取勝 我覺得那個部分是比較有挑戰性的 多過說你什麼技巧啦 對 好啊 因為這是玩音樂的一種 但是它並不是玩技巧 對 它是要把這個歌表達出一個最適合它的氣氛這樣 很多人很喜歡這首歌耶 我也是 對 所以那一天呢 我一拿到你的專輯 我就先播這一首好了 對啊 當冬夜見亂 很多事情不是誰說了就算 即使傷心結果還是自己膽 多少次失望 多少次失望 表示著多少次期盼 多少次期盼 事實證明 幸福很難 我們之間不是誰說了就算 拉扯自雲 烈車的愛 酷澤 結局的難堪 一百次相愛 卻要有一次的絢爛 下一次會更勇敢 当冬夜间暖 当大海也不再那么蓝 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 那只是代表快乐 不再那么简单 当冬夜间暖 当夏夜的树上不再有蝉 当回忆漏去的痕迹斑斑 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 都不会有答案 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 拉扯的爱图着结局的难堪 一百次相爱 只要有一次的绚烂 下一次会更勇敢 当冬夜间暖 当大海也不再那么蓝 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 那只是代表快乐 不再那么简单 当冬夜间暖 当夏夜的树上不再有蝉 当回忆倒置的痕迹斑斑 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 都不会有答案 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 都不会有答案 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 都不会有答案 那只是习惯把爱 当作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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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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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和燕姿聊到她的新专辑 有一件事情还蛮值得开心的啦 就是这一次燕姿来台湾的时间还算蛮长的吧 所以今天才是这一趟的第二天而已吗 我都有点错了 应该是第二天而已 对 所以 对啊 这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真的 也不可以来去匆匆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放你回去了 你又開始在練瑜伽 又開始在畫畫 這樣不行 太好命了 對 所以這次有簽唱會了 有 那太好啦 來 小向已經準備了 還沒有開你麥克風 等一下 來 這邊 對 來 我又來了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宣傳很可怕 因為他剛剛幫燕姿倒水的時候 就是倒了一整杯都是很熱的水 然後燕姿一喝就燙到了舌頭 不是 大家不要誤會了 不是 事實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 你知道錄音室比較冷 然後燕姿就叫我倒熱一點 我就倒了熱一點 然後我來的時候 我就交給了他的金牌經紀人 我跟他說很熱很熱很熱 但他沒有講這個 是他的責任 所以爸爸如果你有聽到 怪他就好了 不要怪我 拜託 對 結果剛剛倒的水太熱 結果現在要爆火洞 又把水弄倒 好啦 今天有水難 已經要過了 還有今天要過 遇水則發 什麼水難 會不會說話你 不會 對 來 小向告訴大家 這是燕姿這次在台灣的 這個活動時間地點 我們3月10號 2點會在高雄的夢時代 然後6點的時候 會在台南的夢公園 然後13號1點 會在西門町的電影街 然後晚上7點半 會在台中廣山搜購 然後因為我們不改版 也不會再有家場的狀況 所以大家如果買的 就是想要簽名 真的就只有這幾場景 自己把握 就是要把握 把握再把握 然後上面還多找幾家 一定會有貨的 哎呦 你前面抱得很順 後面講得超不順的 好 我聽到了 不改版啦 絕對不改版 那雖然這個說 絕對不改版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我這一次拿到燕姐的專輯的時候 我有一個打從心裡面的 覺得你們用心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是這個 你知道這個嗎 這個 燕姿你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 很多的CD是不附這個的 因為不附這個 你一直摩擦你知道嗎 他第一很難拿 第二他沒有這個保護CD 其實你有時候 在拿CD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點不安全感 我覺得你這個做的 整張專輯就是這樣啦 一個 一個字來形容好了 叫Detail 很多Detail 這個是 謝謝美妙音樂 對 美妙 真的啊 我現在講你們也嚇到了嗎 設計得很好 我跟你講 所以你們要拿CD的時候 你們可以注意 會有一個薄薄的塑膠膜 塑膠套 但是那個呢 真的是可以保護CD 是非常好的一個設計這樣 對 這個是我那時候拿到的時候 Surprise 覺得很棒這樣 所以呢 今天真的很開心 跟燕姿聊到這麼多 對啊 那不逼你了 對啊 那也相信這次你 再度的 我要付出兩個字嘛 對 凱旋歸來 凱旋歸來 對 那當然也很多人 會問很多其他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對燕姿來講 這段時間 除了有生活上的一些細節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做出了一個音樂 對 所以如果你想在我們節目 聽到什麼其他的八卦都聽不到 因為光問音樂我都問不完了這樣子 對 所以真的是一張很好的作品 我們介紹給大家 對啊 也謝謝燕姿 同時繼續加油囉 謝謝你這個歌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認識十一年的耶 OK 謝謝燕姿來 謝謝 謝謝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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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弄清楚 那让我成熟 潜伏 内心最后软的感触 转成了大树 让生命有高度 让明天把今天一记住 不是因为孤独 因为我们追求的赞助 不管它极其辜负 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 未必应归幸福 因为我们努力 不不输 现在时间23点正